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们 男男InnerSelf的创办人 我们欢迎仙女来做我们的创业访谈 嗨 我是仙女 我们仙女名字很有趣 当初这个仙女名字是自己想的吗 其实就是朋友 自己也会想 然后自己就先叫着叫着 然后大家朋友就叫习惯 就习惯了 所以我们仙女就担心 大家都叫我仙女 还蛮喜欢的 蛮有趣的 就是我们来分享一下说 我们在创作自己的品牌之前 其实我们本身的学经历背景 过去是念设计是吗 对 我其实是念服装系 那就是我们那个时候 本身还有念过广告设计 对 那我本身就是有品牌的概念 跟就是会喜欢做设计这样子 对 然后还有行销的类别 对 然后等于是刚好发挥在自己的创作品牌上面 对 其实那时候我们系上也有饰品的类别 但是没有选到饰品 但后来反而走了就是饰品的 对 又回去饰品 对 明明就被交换了 对 就被交换 对 对 那蛮有趣的就是说 其实我们毕业后 我们有到服装系列的产业去工作 有没有 有做过一阵子 但是我觉得服装的发展的 在那个公司的发展前景不高 然后后来就离职 对 那其实在毕业前期 我就在筹备这个品牌这样子 对 那就是后续就是毕业后几年 就是做那个副业这样子 对 是 所以其实那时候本来是 我们仙女很早就开始发想创业了 对 在毕业前期 对 哇 那时候有没有想过 那时候大概想把契机是什么呢 为什么想要做创业 就是因为其实我本来就很喜欢塔罗跟占星这类型 神秘学的东西 对 那水晶其实是一块可以结合我们设计的专场 跟就是又有神秘的感觉的那个一个领域 对 那那时候就跟朋友讨论 然后后来就诞生了这个品牌 是 所以其实那时候等于是在跟同学讨论啊 跟朋友讨论 发现我喜欢的东西又结合水晶哦 可以又结合自己创作的一个常才哦 就是有创作欲 然后又觉得说市面上可能没有自己喜欢的样子 那就想要创作自己 属于自己喜欢的 对 的饰品这样 是 但是创业初期其实蛮辛苦的对不对 有点那时候在做斜杠哦 有两个身份对不对 那个时候其实是 那时候因为还是穷学生毕业嘛 那没什么钱 然后就要去上班 对 然后就要上班 然后就筹备品牌 然后两边蜡烛两头烧 对 然后后续就是到了 我已经两边都太忙 都gum不住之后 才顶职去专心做品牌 这样做品牌的开发 嗯嗯 那我们来分享说 我们做这个品牌啊 等于我们品牌名称 就是那时候有架过好了嘛 那好吗 我们来从我们的品牌名称 先跟理念我们来介绍 好 那我们品牌名称叫做inner self 嗯 那我们的那个inner是 其实是有改过字 就是我们把 INNER改成了 INNER 嗯 那我们中间这两个E要强调 其实就是emotion跟energy 对 就是强调我们的情绪 跟我们的能量这样子 对 就是象征就是水晶 它可以影响我们的情绪 又可以带来能量 是 所以其实我们自己理解到 我们情绪跟能量啊 或水晶其实都是有帮助 而且息息相关 嗯 那是不是在这 这我们想创业做的这个东西 也是告诉我们自己过去 在还学习专业水晶的时候 发现水晶的能量 是可以帮助我们的 嗯 它可以让我们更深入的去 发现自己的问题 或者是说 呃 就是带出问题的 产生的源头等等 嗯 所以我们的品牌inner self 就是其实就是希望 大家可以更关注自己 嗯 对 就是因为我们应该要以我 为优先 然后对 你自己的感觉 而不是一直去关注他人的感受 别人的想法之类的 对对 就是我们其实是我们自己喜欢最重要 那所以我们的品牌都是设计 就是以小众概念 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强调 我们每个人的独特性 是 对 嗯 那再来我们来分享说 我们创业初期啊 我们是不是会有遇到一些推广的困难 别人不知道我这个品牌 我到底怎么样让别人知道 那时候有很伤脑筋吗 嗯 初期其实真的蛮难的 因为就是呃 大家没有信任你 然后就是也不太会愿意跟你买东西 对 那后来是因为刚好我有朋友 他是专职在做他的占卜 嗯 那我们就有联名去做一个系列 然后去做一个活动 那那一次的销售就蛮好 然后就是他的粉丝也有信过来 然后就是有更多人认识我 就是让我们推广出去这样子 嗯 所以其实这还是蛮好的一个切入方式 对不对 对 可是其实你当然重点是 我们的东西是锡精跟有独特性 对不对 嗯 就是会让大家知道说 诶 可能跟市面上我们常看到这个水晶饰饼的一个成型 样式 样式不太一样 嗯 然后刚好打造出我们自己品牌一个特色 嗯 对 就是那个时候刚好不一样的就是真的是不一样的设计这样 是 那其实我们自己的产品其实我也有遵循几个重点 对不对 包含材质跟可能是我们运用的水晶 我们有材质的挑选对不对 哦 我们的话目前是主打都是天然石去制作 就是看到的珠珠都是以天然的 天然矿石 就算是有珍珠也是以天然淡水珍珠去做 嗯 嗯 那矿石就是都是以 也是都是以天然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搭配一些塑胶珠 但是我们就是纯 目前是纯天然石 天然石 对 对 那材质的部分我们其实有分三个材质 就是有分包金就是一般金色的金属 就是包金的部分 对 然后有一些系列它可以做到柱金 就是包金可能是比电度再高阶一点 稍微不容易褪色的材质 嗯 那在柱金的话呢 就是真的是可以带着洗澡的金色的金属这样子 是 市面上比较少见对不对 因为柱金应该比较少 因为它真的是很贵 然后它也比较技术 就是工厂也比较少产 这种类型的 所以我们当初有很坚实选择我们的 我们的 因为还是会有人喜欢 质感要 对 比较不同的 对 然后或者是纯盈的其实也很受买 对 对 纯盈应该是大家一般首选 对 像我今天带的也是纯盈的饰品 是 等于是我们把它自己结合我们自己创作的理念 呈现的形式也不太一样 跟一般市面上可能弹性绳或者是有别于一般的市场的一个成型的样式 因为我们是以编织的最为主要就是金属编织像这种款式它就是会有 它不会就是一条到底的这种就是做编织就是一颗一颗去串起来的 是 对 然后再来是我们有做客制化的一个搭配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就是我们的产品除了是我设计的款式之外 也会有蛮多客人有客制的需求 嗯 那就是其实有时候客制他们会指定了他们想要的水晶或是能量等等 对 那之后如果有就是配起来还不错我自己也喜欢的话 我可能也会再拿去 再 开发成固定款 对 一起贩售 是 然后再来我们好像有分 我们目前也有做课程分享 嗯 那我们来介绍我们目前的课程可以带给大家的是什么 哦 我其实在2022那时候就开始有做手作课 体验课程 嗯 那后来发展到后期有越来越多的粉丝就是会有敲碗他们想要 嗯 有更完整的培训就是他们很喜欢我的理念 对 那就想要整套都学起来 嗯 对所以后来就是开始就是开发就是培训课程 是 就是可能会从手作一直到水晶的知识 嗯 然后还会有美感的训练跟 对 教货的一些商业的机密等等 跟创业的一些思维 哇 都会整套的就是 就是放在我的课程里面 我们全都要教学哦 对 我们把创业理念交出去了耶 啊 这是秘密的 哈哈哈 但是我们希望是更好的感觉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东西是 大家喜欢 那种更多人喜欢这个东西 大家一起来从事这个领域 然后其实看到 看到别人是往好的方向走 自己以为是有后的成就感 嗯 对就是 或者是就是看到大家是喜欢我的理念 就是会觉得说哦 自己坚持的理念好像是对的 嗯 对然后就是看到他们也喜欢我的作品 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是 然后再来我想请仙女分享说 自己在从事创业的这条路上哦 其实也蛮久了耶 从二零 二二做二零耶 二零二零 二零二零副业 然后后来二零二二做正业 是很努力的过程哦 前面在兼职的状况 然后我们也辛苦哦 很辛苦的一个两头烧也辛苦了两年 然后到全职哦 到现在 其实我们从其中应该 要获得蛮多 各顾客的成就感对不对 带给你的回馈 其实最最开心的回馈就是 他们会觉得说哦 他们找很久终于找到就是 他们也喜欢的设计 嗯 就是不会像佛珠或者是说 他们觉得老气的设计 对 那是符合他们喜欢的那种感觉 嗯 或者是我的学生也是他们会觉得 还好遇到 对 这种时候就会觉得啊 还好自己的坚持的理念 对嗯 就是真的是受到大家喜欢 就会觉得自己的品牌是 成就感的来的这样 是 那会感受到自己在打造这个品牌 是有被看见跟关注的 对 可是真的有人喜欢 然后就觉得很开心 很欣慰这样子 对 那未来可能我们透过授课 我们会有更多学生的时候 那个成就感又更大了 又是更上一层 可能会有教学 就是把一个人从白纸培训到完整的 对 他可能是创业小白 手作的小白 对 后来他可能也可以自己 独立完成可能众多的作品 又可以帮助别人 嗯 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传递的一个过程 嗯 那再来说我想请我们的先进来分享说 我们自己的品牌 当然未来是希望我们可能收客学生嘛 那有没有希望自己在做其他一些精进的方面 或者是什么蓝图呢 嗯 我其实就是会一直去学习就是关于水晶的知识这方面 因为我也是一直在不断的增强 进修 对进修 我也有去学习就是关于水晶的沟通 对 就是可以更了解水晶他们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对 那就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在创业上 就是我也有去做一些创业思维上进修也是有 就是去更了解说 欸 一个品牌他应该怎么运作可以更顺利 嗯 或是说我的时间分配管理资金分配管理这些 就是不断的去跟更厉害的去学习这样子 嗯 如果回想到当初自己在创业也算是我们是小资创业对不对 对 因为从学生职系开始打造 到后来啊 嗯我们可能走到一个经营品牌到我们是全职哦 那个理念有不同的哦 嗯 那我们来分享说自己在创业的这一路上的一个进阶 好像是过关斩僵对不对 对 就是从真的是完全没有资金我只能很小量的去 叫一点点货来试试看 然后不确定说自己的品牌到底买没有出去 有没有人会吸引他们啊 对 你会不会去购买啊 对 或者是喜欢你的理念 嗯 对到后来慢慢的越来越多多粉丝的回馈 嗯 然后就开始觉得哦自己的路好像没有走错 嗯 对然后到后来开始就是大家要敲完上课的时候 就觉得哇居然还会有人想要跟我 想上课欸 对因为其实一开始朋友有有提议就是建议我可以开课 所以我还觉得说诶怎么会有人想来跟我上课 对 对然后后来就是开始就是诶越来越多学生 然后跟就是想要想要的人越来越多 嗯 然后就会觉得自己其实已经成长了很多 已经到就是如果没有去创业的话根本就不会想象到自己可以做到这个程度 真的欸就是到以前可能会觉得诶我不就是做个食品的概念 嗯 没想到我可以把这一套系列的自己成长的过程 竟然是一个受课有个知识加分享的概念 嗯 那表示说嗯 原来我们做的东西是让人家看到了 嗯 而且是认同 嗯 那那当然说对自己是很大的成就感 也是一个在所谓的创业上面好像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嗯 那如果我们分享说其他的创业者啊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他才适合创业或者是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我觉得大家对创业可能都会有一些想象就是会觉得说欸要花很多钱 嗯 或者是创业失败会不会赔很多钱 会害怕 对 就是不敢开始 那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先开始去尝试 嗯 那其实不见得一定要很多的资金才能够开始 嗯 其实小资又小资的做法 所以我们可以从小的资金慢慢的 其实他过程比较慢的去开始 那后续的话就是一定要坚持 嗯 因为就是很多人都是 就是死在就是欸 没有办法做下去 就是觉得没有人看到 没有人买 对 没有人喜欢那就不做了 嗯 然后就其实是他可能就是坚持他可以一直不断去学习的话 对 去参考别人怎么成 那其实他可能也有成功结果 但他如果放弃就真的就没有 放弃就没有 对 所以坚持这个本来是另外一个关卡 对 我觉得坚持蛮难做到的 是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人会有一些创业的想法 欸我有个喜欢一个东西 欸我可能会 可能他就会试试看 可能他就开始了 但是他就会卡在 欸走不出去了 欸好像走到这没有办法扩展的时候 对 他就会想说欸那要停下来吗 嗯 那才发现说其实他可能就是一道坎喔 你跨过喔 对 其实你就已经 欸你已经成长了 对 那已经进阶了 其实跨过最初那个艰难的地方 后面其实要再成长都会容易很多 嗯 嗯 好像是相信自己做得到 你才会一直往前 嗯 对 就像我们鞋女在回顾自己创业的过程到 从鞋杠到全职喔 自己也一定经过一番自己的心境的转折喔 嗯 做全职这件事情对自己品牌的一个 呃必须成功这件事情的动力又更大 对就是因为其实这也是一个成就感的行程 就是希望自己不要失败 嗯 所以就是无论如何都会付出全力的让他成功 这样子 嗯对 如果回顾当初那时候创业的过程 你有想过给自己设停车点之类的吗 嗯 就是假设说我真的赚不到一个月可以生活的钱 嗯 那可能持续个几个月我有可能真的会放弃 嗯 但是还好就是全职以来 其实都一路上都都算顺利 就是都有 嗯 都都活得下来 嗯对 好像专是专注在那一件成功的路上模 那其实时间会带你往那边走的感觉 嗯对 是我们可以分享说我们自己在创业这件事情上面 鼓励大家可以透过你的故事可以看到说 其实创业可能没有这么难 嗯 那很更多的害怕是自己的心魔 对对 其实大家都是觉得说啊 我那时候要临职前也是觉得说 万一失败怎么办 我会不会吃土或是怎么样 嗯 后来真的是被点醒 就是反正大不了就是回去上班 对 再怎么样可能我去做一个打工的工作 我一也是可以养活 对就是真的假设不够多的话 嗯那我们就是一边再去做小小的兼职这样子 是 还是可以过去下去 还是可以哦 就像当初就是你选择开始的方式 跟坚持的方式都很重要 嗯 对 今天我们很谢谢我们仙女带来的创业故事 非常精彩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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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